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很抱歉啊 昨天晚上我们是黑了 而且我是从来都没有这么黑过 有机场方向都拿捏错误 今天我深深的研究了几个小时 到现在还没睡觉 因为我在意大利这边呢 是现在凌晨的三点钟 还没有睡觉 就是想这个事情 而且也一起做资料 然后就深入的思考今天的方向 希望今天能够在我的讲解当中 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路 或者说是我们有一些意见 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来讨论 今天给大家送来的几场 英超的赛事 第一场是伯恩茅斯对战利物浦 这一场是大开大合的比赛 首先伯恩茅斯在上一场呢 可以说是准备十足 应该是研究的不少对于阿萨纳的战术 开场一分钟带球入场 在下半场也是一样 领先了两个球之后 阿萨纳多次寻求机会 这两个球已经能够证明他在 胜一平八复 成绩也是比较的差 我们看利物浦这边 利物浦上一场战是7-0 大胜的这个曼联 所以应该说是惊天大屠杀 对曼联来讲 名气大赵 现在利物浦这场比赛呢 应该是完成了整个的团队复苏 因为利物浦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迷 大家都知道 甚至3-0输给了蓝队 所以现在的复苏 可以说是给团队打了一记强心针 所以利物浦的应该是能够成胜追击 利物浦进球速度特别快 而且呢这个前锋啊 左中右都非常的犀利 中场稍微微微有点欠缺 但是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 我们能看到磨合度也是非常好啊 而且没有丢球 面对曼联的话没有丢球 这是非常恐怖的 甚至可以把曼联呢 打到就是完全失去了这个战斗意志啊 所以这一点非常恐怖 我们来看六浦有一个利好的地方 就是目前呢 他只打了这个25轮 比第四名的热刺呢 少打一轮 热刺是打了26轮 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能够拿下来 可能能够在排位上呢 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所以这场战来讲 利物浦的仗义非常明确啊 所以呢 我们依然是看好利物浦的方向 年龄这一边呢 是02岁 03岁跟13岁 好我们来看第二场比赛 第二场是 爱佛顿对仗布伦特福德 爱佛顿呢 跟利之连 目前呢 是都是积分 22分 排在这个17 18的位置啊 爱佛顿排在第18 但是利之连呢 少赛一轮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优势 比爱佛顿来讲啊 但是爱佛顿回到了主场的话呢 应该是有所调整 而且应该是逃离降级区的这个心态啊 也是比较迫切啊 所以在主场呢 应该是大概率可以获得进球 这是我的考虑啊 爱佛顿上一场呢 是2-2 平了诺丁汉森林 所以呢 对于爱佛顿来讲 其实也是跟博恩茂斯一样 就比之前打的要更加的强硬起来啊 好 我们看布伦特福的这一边 布伦特福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在目前来讲 他的休息时间够长 在体能的储备上 或者说是对一些 未来两三场的选手 对手的这个状态 以及战术研究度够深啊 这是布伦特福的一个比较 就是其他团队不具备的优势啊 上一场正在主场呢 三干二取胜呢 富勒姆也是提升了不少士气 目前布伦特福德的 只占了24轮啊 积分是38 排到第9位 如果这一场赢的话呢 他可以排到 接近第5第6的位置啊 所以这一场仗 对布伦特福德的仗意来讲 也是非常的 肯定的啊 所以这场依然是推荐布伦特福德方向 啊 双方进球 以及这个11岁 12岁跟23岁 我们来看第三场印钞的比赛 利芝莲主场对战布莱顿 这一场比赛呢 利芝莲也是跟刚才的这个 艾佛顿的博恩博斯心态有一点点接近啊 因为他并临这个降级区 所以要逃离降级区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表现 这些弱队呢 也不是说弱队是排名 靠的队呢 他的表现都强硬起来了 也就是要这种逃离降级区的心态 刚才有说过啊 就是排名的是第17名 积分跟这个艾佛顿是一样的 稍稍呢 比艾佛顿好一点点 这个轮次啊 或者说是排在他上一位 可是现在局势也是不容乐观啊 可以说是B级的话 也会咬人的那种啊 利芝莲上一场战的是 1-0不敌切尔西的 也是连续两连败 并且无场球当中呢 只获得一个进球啊 四负一胜 成绩比较差 我们看布莱顿这边 布莱顿上一场呢 是4-0很少了西汉姆联 西汉姆联在上一场 是4-0很少了诺丁汉森 而且只用了20多分钟 进了4个球 在去到布莱顿的这个主场的时候 居然反过来给布莱顿的四干年啊 这是布莱顿的这个战绩 布莱顿现在是排在第八门 积分38但是也有利好的消息 他只占了23轮啊 像很多的球队已经占到26轮了 他只占了23轮 所以呢是整个联盟当中啊 战斗轮次最少的团队啊 从整体上来看的话 是处于一个上升的态势 这场依然是推荐 克队的布莱顿 还有双方进球啊 年龄这边呢是11岁 12岁跟13岁 我们来看第四场球 莱斯特城主场赢仗切尔西 莱斯特城呢 也算是大开大额的球队啊 连胜之后呢 他就连败 就上一次赢了之后 然后连续四连败到现在 包括呢输给这个英光的布莱克本啊 上一次四连败之后 就是现在是四连败 他的上一次四连败的时候 第五场比赛 对战诺廷汉森林 可以强势的方转啊 打出了一个四干零的成绩 就是莱斯特城 其实也是大开大额吧 应该说啊 大家总结起来 所以这一场仗呢 对战切尔西啊 其实难度非常大 因为切尔西也开始复苏了 跟六浦一样啊 开始复苏 上一场仗 对战欧逛的 一个比赛呢 在主场 是二干零取胜了这个多特蒙德 晋级八强 给团队呢 打了一个非常强的强心针 对吧 也是提升了不少士气啊 目前切尔西排名是在第十名 跟布伦特福德呢 第九名的依然有四分的差距 所以切尔西的路还很长 可能 真这个英超的前世啊 都非常的费劲 可是他也必须一站一站的去拿下 就是只能说 慢慢的复苏 希望在明年的话呢 可以 在开局就打得更好 对吧 这切尔西的短期愿望吧 可以说 好 这场仗依然是看好客队的切尔西 然后是 双方进球啊 然后是 11岁 12岁 跟23岁 第五场比赛 热刺走场迎战 诺丁汉森林 热刺呢 是三连败了 最近 也是 应该说是状态不太好 再加上呢 今天有一个新闻 李沙利松 对教练组的不满 因为确实李沙利松 上场的时间 远远不够啊 其实他是有能力的 也是很强的 上场时间不够 对团队呢 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神经出来 现在不是很和谐 但是呢 这一场仗呢 我的看点就是觉得 上一次 0-0 平了米兰之后 就被淘汰了这个欧冠 所以有一点挨冰的感觉 现在看起来热刺那种心态啊 那对战诺丁汉森林的话 我是怀疑 这一场比赛可能会找诺丁汉森林来出气啊 可能要赢下来了 这一场比赛呢 是推荐主场的热刺方向 年龄给到10岁20岁跟21岁 我们来看最后一场 英超的比赛 水晶宫对战 曼城啊 水晶宫最近的10场比赛里面呢 是5平5负 从来都没赢过啊 这10场比赛 但是10场比赛里面 有7场 半场 都是合局 这一点 大家要谨慎看待啊 然后我们来看曼城 曼城呢 最近10场比赛的半场呢 有7场获得胜利 曼城的上一战的对战 牛坎斯呢 也是获得胜利啊 最近曼城的状态 应该说是屡战屡胜啊 状态也是非常好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要非常小心 因为他很忐忑 这个球队现在 他需要在未来的几天 去对战莱比西 在主场迎战莱比西 那么会非常非常重视 但是他又非常非常重视英超 因为目前落后阿珊娜5分 所以他也要迎刃而上 可是他矛盾的地方就是 又怕消耗太多体力 以及可能某些人会不会因为这个比赛而受伤 所以在这个人员的设计上 肯定是有布局啊 有布局之后呢 就是会做一些轮替 做轮替的话 可能不会跟水晶宫死磕啊 可能守平也是可以接受 但是你既然说你没有权力以赴的时候呢 其实你未必可以守得了平局 所以曼城是非常忐忑 也就是说他应该是会全副武装的去上场 先把水晶宫拿下来 再去考虑欧冠 因为没有退路的 没有退路的 只能这样子去做啊 如果他能够先拿下来这个比较好的领先优势的时候 他就会马上轮换 其实依然会非常的矛盾 所以这场仗对曼城是不利的 在心理层面来看 是曼城是不利的 另外水晶宫这块硬骨头不是那么容易啃的 水晶宫很容易平 甚至有可能输给水晶宫啊 这一场比赛 我推荐的方向是减1.5水晶宫方向 然后呢 年龄呢 是0011跟21 这个21非常大档 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去 经过考虑之后呢 再去斟酌 那么今天讲完了六场英超的比赛啊 依然回归我们 在开讲之前呢 这个主题就是 大家看我的视频之后 是不是找到一些讯息啊 或者说是找到一些灵感 可是要整整理之后 结合自己的意思啊 然后我们啊 要更深处的去讨论 去研究这个东西 其实它有一定的学术性在里面的 好吧 然后我们 期待今天有好的成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